博弈考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 当西伯侯姬昌前往朝歌的时候 就已经算到自己将有七年之灾 所以就让自己的长子博弈考设政 姬昌嘱咐西州重臣 不要去朝歌为自己奔走 因为七年之后自己自然拖难归来 他特别吩咐博弈考 按照以往规则行事 不要改变规章 文有散音声 无有难攻势 用心处理政务 静等自己回归即可 那么为什么博弈考最后还会赶赴朝歌 以至于命桑商都呢 这里面恐怕有复杂的权术斗争隐含其中 博弈考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 也是西齐法力上的继承人 也就是说一旦姬昌过世 博弈考就会成为新的西伯侯 风神演绎术中一开始 女娲娘娘吩咐轩缘坟三妖潜入皇宫 破坏成汤墙山根基的时候就说过 三妖庭无秘指 成汤气云黯然 当时天下凤鸣其山 西周以圣圣主 天意已定 气数释然 你三妖可以引其妖心 脱身公愿 霍乱军心 此武王法咒 以祝成功 不可残害众生 事成之后 使你等一成正果 这里说的凤鸣其山 西周以圣圣主 指的一定是未来的武王激发 而不是文王激昌或者博弈考 那么这样一来 博弈考就成了激发上位的障碍了 所以按照天意来说 博弈考也必须被除掉 否则武王法咒的大业 也就完成不了了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 让博弈考成为圣主 将来执行新周面商的大业呢 这还要从博弈考的性格为人来说 风神世界中的博弈考 有些像他的父亲姬昌 虽然也期盼西周能够兴旺发达 但并没有以臣发军 以下犯上的想法 虽然咒王杀了博弈考 并且把博弈考做成肉饼赐给姬昌吃 姬昌很痛苦 但并没有举起反旗为博弈考报仇的想法 姬昌难道没有恨吗 他当然有 对于宙王他一定是恨之入骨的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在风神世界中 姬昌是一个相当爱惜羽毛的人 所以只要他活着 他就不会让西周举起反旗 给自己迎来一个反叛的帽子 所以他为西周拒拢了江子亚等人才 为自己儿子激发反商打下基础 但他不会去执行 而是让儿子去执行 风神世界中的博弈考有些像他的父亲姬昌 虽然也期盼西周能够兴旺发达 但并没有以臣罚军以下犯上的想法 虽然宙王杀了博弈考 并且把博弈考做成肉饼赐给姬昌吃 姬昌很痛苦 但并没有举起反旗为博弈考报仇的想法 姬昌难道没有恨吗 他当然有 对于宙王他一定是恨之入骨的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在风神世界中 姬昌是一个相当爱惜羽毛的人 所以只要他活着 他就不会让西周举起反旗 给自己迎来一个反叛的帽子 所以他为西周拒拢了姬子牙等人才 为自己儿子激发反商打下基础 但他不会去执行 而是让儿子去执行 从博弈考的整个表现来看 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恪守儒家三纲五常的规则 三纲五常五常最重要的就是中军爱国 所以博弈考管理下的西周 会是一个安安奋奋的诸侯国 不会起兵反商的 所以在姬子牙去西齐之前 必须先让博弈考亮出世子的地位 于是一场天岛安排的操作 就开始展开了 博弈考决定前往朝歌的时候 西周能决定博弈考此行成败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文王姬昌的母亲 博弈考的祖母太江 另一个人是散医生 太江会先天神算 可以预知事情的成败 可以预知祸福 很可惜 太江没有为博弈考演算一下此行的吉凶 另一个人散医生就更关键了 他是文臣之首 也是负责对外关系的老手 博弈考此行的关键是什么 散医生应该很清楚 只要给朝歌全臣费重有很足够的好处 释放机称就是相当容易的事 但散医生没有为博弈考的出行做任何准备 也没有提醒博弈考相关事宜 所以博弈考到了朝歌 直接找到了笔丹 根本没理费重有魂的茶 习伯侯鸡称到了朝歌都知道 给费重有魂送礼 但博弈考没有 一方面是因为博弈考经验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散医生等人不尽心 或者说散医生本就是激发的当语 根本就没想过帮一下博弈考 博弈考在朝歌碰壁 最后被骤望砍了肉酱 这说明博弈考的情商太低了 一件本来不是特别难的事 被博弈考给搬砸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激发等人可能还按理欢喜 激发继承西州大业的绊脚石 终于被搬开了